2017快乐男生的全国15强已出炉 而在15强选手当中实力强大 毕竟从全国赛开始 就被李健和罗志祥两位音乐召唤师 华氏争抢的魏群 从参加比赛以来也是话题不断 从魏群参加比赛以来 王胜就爆出 魏群的母亲被包装儿子参加快乐男生 欠下400万元巨款的消息 讨债人甚至跑到比赛现场拉横幅追债 而魏群此前也在微博上回应此事 称是讨债人恶意诽谋 据爆料 魏群的母亲告肖敏 因生意关系陆续接待400万元 后来因承包工程被骗 公司破产 向邻居以高利息借下20万元 魏群已陆续将自己的存款 交给母亲用于还债 而这次参加2017快乐男生 对于魏群来说 也是眼下让家庭摆脱困境的最好方式 对于此事 魏群也首次在拉拉的镜头前 进行了正式的回应 这个事情是家里之前是做酒店生意的 后来做了工程项目 结果工程款被别人骗掉了 但是做工程款之前需要电资 家人我是在也不知情的情况下 不知情的情况下 然后父母去借了这个高利贷 所以说作为儿子来说 我希望我能够为他们能够做点 我能够做的 我希望能够扛起这个责任 就是其实在14年到现在 我一直在为家里还钱 但是直到今天我参加快乐男生 他们就利用我参赛的这个阶段 去炒作 去来威胁我 当时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内心其实是很崩溃的 就是特别特别的压抑 发泄不出来 因为这个事情 在这个比赛期间 有很多次我都想要退出退赛 因为网上的负面新闻 还有他们不停地去诽谤我 重伤我 爱到我身边所谓的好朋友 就是歪曲事实吧 这个事情 越是在这个困难 越是在这个谷底的时候 我想到父母抱 养这么大 也希望我能够成功 所以说就为了这一个点 我也愿意在这个低谷的时期勇敢地走下去 这一路从海选到现在 有很多很多的粉丝都很挺我 包括网上出现的那些负面的新闻之后 他们也非常非常的挺我 还有我身边的朋友 我想对你们说 太多煽情的话 我不会说 我希望用我自己的努力 用我自己的这种状态来回报你们 我会坚持走下去 目前 卫讯已经采取了法律手段 相信最终一定能够给出一个公正的结果 绑果老新闻 最最努力的卫讯 一定要好好加油 报道